大家好 现在展示在大家眼前的这款机器呢 是我们最新款的液晶控制表的组合机 今天我们要演示的是八合一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款机器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说它的面板加大了 相对我们以前市场上流通的摇头组合机 它的宽度增加到了32 这边的面板增加到了45厘米 所以可以印制A3 包括A3以内大小的产品 当然A4的更是没有问题的 这款机器呢 整体我们采用模块化的设计 然后加热板 上面的发热板呢 也是加厚的 发热效率非常高 而且印制不会有出现 发热不均匀或者印制不均匀的情况 下面呢 我们也采用的是加厚的铝板 这块呢 采用的是这种加大的防烫把手 为了让压力更加均匀呢 我们这里采用的是高强度的 六堂皇的一个圆盘设计 机器的手把部分 我们采用的是超大型注塑机 一次成型的一个结构 非常的耐用的 不会因为反复使用而造成断裂的情况 机架部分也是一个 整体成型的一个结构 非常的结实 然后在那个 在那个最上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调节旋钮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左右旋转 这个旋钮来调节压力 如果我们希望压力大一点 那可以通过这个旋钮来调节 然后在机器的这部分呢 就是一个固定的旋钮 当我们调整好压力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一块固定一下 然后机器需要左右 这样子来摇头的时候呢 这一块我们可以给它拧松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机器不想使用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固定住 这样的话我们就摇不动了 现在我们把它拧松 然后看一下控制表的部分 控制表呢 我们采用的是液晶的显示屏 然后这边是开关 后边呢是它的保险丝 这边是电源接口 控制表和机器相连 我们采用的是模块化的设计 可以通过滑轨直接导入 这样就已经OK 然后呢我们连接一下这个 跟链板的这个接口的线 航空插头 这边有一个凹槽 大家可以看到 跟这边的这个凸起要对对准 然后插入 拧紧就可以了 在机器的下面呢 我们增加了两块垫子 然后一个是硅胶垫 一个是高温海绵垫 这样的话弹性更强 然后压力更大 这个地方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机器掀起来 大家看一下 在机器的底部有这么四个底部的这样的脚垫 四个脚 然后我们机器是客户 您收到机器以后呢 我们是没有安装好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螺丝 然后安装好 这样子呢 放在地上以后 或者放在桌子上 它的这个抓地更加 抓地更加稳定 操作起来呢 更加顺手 接下来我演示一下一些配件的更换方法 首先演示一下烤 烤帽组件的更换更换方法 我们把这个航空插头 首先给它拧掉 如果要做杯子呢 那只需要把这个航空接口 跟这边接起来就行了 也是要注意这个突起 跟这边的这个凹槽要对准 这样接上就可以 我就不一一演示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因为我们在 硬杯子的时候呢 并不希望把这个面板拆掉 所以我们这个线是家常的 你只需要连接上 然后这边就可以直接做杯子 我们机器带了 这个烤杯垫上自带的杯垫是一个实样式的标准烤杯垫 我们整体采用的是一个弹片的设计 如果要更换其他的烤杯垫 只需要将螺丝拧下 然后 然后这个弹片 直接插入到这个烤杯架上就可以了 这个机器呢 带三个杯垫 一共是四个杯垫 机器自身带的这一个实样式的标准烤杯垫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印制水壶 或者是保温杯的这个小号烤杯垫 还有一个是12盎司的这样一个锥形的烤杯垫 另外就是考虑到有很多小型的杯子 我们做了一个迷你烤杯垫 更换都是非常的方便 弹片设计 不用再去拧螺丝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烤盘垫 烤盘垫的安装方法 这里有两个孔看到了吧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螺丝拧松一点 然后把面板往后 还要再松一点 那这个已经拿下来了 这个螺丝刚才拧的有点过掉了 我先把它放上去 然后拿开这个面板 然后就可以更换烤盘垫 8寸烤盘垫 然后也是这样子对准这个接口 卡进去就行了 卡进去 然后将螺丝拧紧 接上航空接头 就可以烤盘子了 这是8寸的烤盘垫 10寸烤盘垫 它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放上去就行了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要更换这个烤帽组件 那更换烤帽组件呢 这个地方要强调一下 下面这个板也要拿掉的 我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打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设计 这个就是更加先进的一个设计了 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旋钮 用力抽出来 这样子把它抽出来 然后它这边这个卡在这一边 然后轻轻一抬这个面板 就拿掉了 这个下底板就可以拿掉 然后那个我们把烤帽组件 给它装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烤帽组件呢 比市场上目前流通的烤帽组件 要好好很多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 一个真正的铝板 而不是发热电 它可以无限次的使用 不会有损耗 不像那个这种 这种垫子 它是有一定的寿命的 一定的寿命周期的 我们先装一下下面的这个 烤帽组件的下面这个底座 放下去就可以 然后将这个机构 给它推进去 已经卡住了 然后装上 上面的这个 发热键 它的设计也是一样的 就是直接卡进去就可以 那这样子我们烤帽组件 就安装了 安装成功了 这就是我们机器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配件的更换方法 接下来我印一款暴整 然后演示一下 这款机器的操作方法 打开开关 然后按这个set键 第一次我们设置的是 机器的这个工作温度 就比如说印暴整190度 那我们就设置为190度 然后按set键第二次设置的是 我们需要的音质时间 我们设置为40秒 按第三次呢 它就回到了当前的温度 当前188度190 那我们就可以按一下倒计时 就可以了 那因为这个报纸呢 这个机器呢 可以用A3大小的 我就一次性放两张A4的纸上去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压下压力手笔 机器现在显示显示的是194度 这个是因为它有5度左右的这个温差 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范围 然后我按一下倒计时键 就开始了40秒 倒计时完成以后呢 机器会有一个提示 我们可以拿出来看一下音质的效果 好 现在倒计时还有7秒钟的时间 马上倒计时完成了 那机器现在滴滴报警 那我们这款应完了 然后就可以关掉机器 如果想接着印下一款呢 你只需要按一下最右边的这个键 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流程 OK我们关掉机器 然后打开看一下音质的效果 这个纸呢 因为它温度比较高 然后直接就粘在了这个发热板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转印的是非常清楚的 然后它的颜色也非常均匀 并不像有些机器 比如说它左上角 左上角印不上去 或者是中间印得很好 边上印不上去 这款机器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它的加热板是加厚的 然后是用那个 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艺 然后磨屏的